10月29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 香港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 如果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出现负数,全年很有可能出现负增长,情况严峻 特区政府会密切监察经济下行的情况,适时推出称企业保就业的纾困措施 如果这个季度的增长,就是第三季相对于第二季的季度的增长出现负数 连同第二季的负数,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技术性衰退的状况 甚至现在的评估,整个2019年都是很有机会出现全年都是一个负增长 就是说是做不到已经经过调低了的0%到1%这个正面的增长 所以情况是非常之严峻的 也都是正如我在司令报告里面说 特区政府会是密切地去监察经济下行的情况 是作出需要的措施 自8月至今,香港特区政府已推出三轮称企业保就业措施 总开支超过200亿港元 尤其是10月份推出的措施 有针对性的扶持受社会风波影响较大的旅游、物流、运输等行业 林郑月娥指出 业界对于这些措施的反馈总体来说是正面的 特区政府也在积极聆听业界的意见,认真研究 适时推出更多有关措施 但他也强调,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政府所做的称企业保就业工作只能治标 要向资本必须要遏制暴力,让社会恢复平静 无论我们做多少这些撑企业保就业的工作 都是治标的工作 治本的工作一定是尽快压止暴力 让香港恢复平静 恢复平静之后 我们还有大量重新启动我们的经济的工作 特区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一个部署 是怎样当社会恢复平静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把劲 来到在经济各个范畴那里做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